接著來關心臺南學甲八八槍擊案 幕後的支持者 昨天遭檢方受押 是地方相當活躍的學長 學甲的慈濟公 董事長王文宗 檢方調查發現王文宗曾兩度到中國 並提供槍擊案主嫌 酒店房間藏匿 還資助生活費等 最顯重大 24號將企圖出境的王文宗居提 昨天向法院申請擠壓 禁見獲准 跟警方合照在地方相當活躍 擔任學甲百年大廟慈濟公董事長的王文宗 二十五號遭檢方收押 因為他就是學甲八十八槍槍擊案的幕後指使者 槍擊案主嫌槍手上個月二十五號 被從廈門解送回臺 檢方追查發現王文宗曾兩度到中國 提供酒店讓主嫌昂姑躲藏 還資助生活費 手機等供其聯繫之用 並企圖出境去香港 二十四號將他拘提 依藏匿人犯恐嚇等罪嫌 申請羈押禁見獲准 消息一出震驚地方 禮長跟地方名代認為王文宗平常熱心公益 與藍綠都交好 可能是受人之脫才出手幫助 但綠民在透露王文宗是統促黨成員 之前曾擔任馬英九等燃營人士後援會會長 去年謝龍介參選臺南市長時也幫忙拉票 國民黨應給社會一個交代 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國民黨一直指責民進黨是黑金 那現在主嫌出來了 國民黨怎麼說 陪著我去拉票是因為反映雪假人對於光電被關上勾結 犧牲了他們居住正義的憤怒 八十八槍槍擊案從案發到現在黑金黑槍等疑雲牽扯多人 目前已收押共欺民共犯 主嫌昂姑發肩執行九年有期徒刑 檢方表示持續追查是否還有相關共犯 記者溫正恆 陳煥與陳顯坤台南報導